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不仅当你的子民回归 他们更是重建了圣殿 现在更是重建了城墙 是你的见证 还有百姓的生活 可以有保护 有分别 主啊 我们欢喜快乐 我们在邻里 与尼西米 与以色拉 一同来周游 你的城墙 来看 你的墙 是何等的美丽 是圣城 主啊 我们能够住在 你的圣城里 与你一同的欢乐 主啊 我们在此也盼望 你那圣城 新耶路撒冷 也将要从天而降 阿们 好 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人物讲座第162篇 尼西米记的第9篇 安排百姓迁入耶路撒冷 奉献重建城墙之礼 神旧约的选民 跟随撒旦离弃神拜偶像 导致神的审判临到 国家灭亡 圣殿被毁 百姓被杀 被掳 但是神看顾这些被掳的百姓 在被掳之地眷顾他们 并且应许他们当七十年满了 会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 果然时间到了 神兴起波斯王古列 消灭了巴比伦帝国 并且激动他 下招让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 在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 一共有三次的归回 第一次是由神 激动大魏王室的后裔 所罗巴伯和百姓 重建圣殿 归附神在他百姓中的居所 第二次的归回 是由亚伦的后裔 以色拉主动地发起 并且带领 以神的律法来对付 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的混杂 然后教导他们律法书 用神的话重新构成 归回的移民 第三次的归回 是由平民尼西米 主动地来带领 建造破损的城墙和城门 来保护圣殿和神子民的生活 这三次归回 所建造的圣殿 圣城和崇祖百姓 就是为了预备 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人间 他的道成肉身 重建圣殿是恢复神在地上 也是在他选民中的居所 见证神住在他们中间 但是要护卫圣殿的敬拜 还有城内百姓的生活 必须要有城墙的重建 使神在地上行政的权益 得着保护 重建圣殿也预表 神要恢复堕落的教会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预表神要恢复他的国 他的行政 在重建圣殿和城墙的时候 都受到仇敌多方的破坏和威胁 这表示撒旦不甘心 手使这些仇敌来兴风作浪 但是尼西米并不胆怯 反而非常积极进取 他信靠神多次祷告 求神的帮助 也叫仇敌的威胁和凌辱 归于他们自己 尼西米一面动员百姓 预备征赞 另一面尼西米也做榜样 信靠神 相信神要为他们征赞 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神从来不帮助胆怯的人 神要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 积极进取的人 在各种内忧外患夹疾之下 尼西米带领百姓 只花了52天就把城墙修建完成 这个时候距离索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批百姓 已经回归了93年了 圣殿也已经重建了71年 但是百姓的各种失败的光景 都指出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认识神的话 所以尼西米特意在城墙建好 七月初一的时候 也就是吹脚节的时候 将所有百姓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水门宽阔地 请以色拉宣读摩西的律法书 以色拉在回去的这12年里 以他所精通律法书的认识 默默地训练了十几位立位人弟兄 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来教导百姓 现在机会来了 他就带领这十几位已经训练好的弟兄 来教导律法书 以色拉站着读 百姓是站着听 双方都是用无人势力在神面前的心态 来讲来听神的话 以色拉和立位人 帮助百姓明白律法 翻译并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百姓听见的律法书 也明白律法的内容 他们的内心被神的话赐入 甚至剖开魂与灵 他们被神的话暴露了 就痛哭起来 他们对神的话开了胃口 赐日众民 宗族的首领 祭司和立位人 又聚集到经学家 以色拉那里 要深入领略 律法书上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是仅仅由 立位人来宣读律法书 让人明白神的话了 而是需要经学家 以色拉的详尽讲说 好得着圣经话语内在的意义 也只有以色拉有能力这么做 到了这月的24号 以色列人就都披麻蒙灰 禁食祷告 在神面前认罪痛悔 并且对付他们的罪 有八个立位人站在台上 大声哀求 祷告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们祷告的内容 是按照旧约圣经历史书的顺序 重温神对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 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 被辱的当天 看见他们的硬的景象 形式狂傲 完全不配得 来得到应许之地的恩赐 神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神的灵 借神的众生言者警戒他们 他们仍不听从 所以神将他们交代 外邦王的手中 王国被辱为奴 他们终于承认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神是公义的 因神所行的是信实的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的 本来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竟在旗上做了奴仆 就是神因我们的罪 所害挟制我们的 我们遭了大难 借着以色列的宣徒和讲解律法书 他们看见了 神的心 就是爱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的性情是圣别的 恨恶任何的掺杂 他们也认识了 神的手是公义的 来管教 惩治他们的悔约 他们也认识 神的口 是对神自己所说过的话 是信实的 凡神所说的话 必定会完全应验 尼西米九章三十八节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 立位仁和祭司 都在旗上盖了印 他们愿意学习先祖 亚伯拉罕的信心 再次与神立约 遵守神的律法 尼西米和以色拉 联手一同来 借着认识神的律法 将百姓带回 与神正常的关系里 保守他们在美地上的生活 等候主耶稣的降生 借着以色拉的讲解律法书 以色列人认识神 曾经和他们立约 在神的那一边 他信实的守住神的眷顾和管教 在以色列人这一边 他们终于认罪悔改 并且发奏启示 必定遵行神借着他所赐的律法 不和外邦人通婚 遵守安息日和安息年 并主动顾到圣殿运作的需要 也把初俗的收成 还有十分之一献上 顾到祭司 还有立位人的生活 所有百姓都签名立了约 但是在名单中 却没有看见 仇敌多比亚的岳父 亚拉儿子以加尼 还有亲家 比利家儿子 米苏兰 也没有看见 与多比亚 结亲管理圣殿库房的 祭司 以利亚时 还有与仇敌 参巴拉结亲的 大祭司 以利亚时 这几个人签名 这几个不愿意签名立约的 就是利欲勋心 放不下因为和参巴拉和多比亚 联姻所带来的利益和机会 十二年之后 当尼西米再度回来的时候的光景 几乎破坏了所有誓约的内容 这些人迁就亲情所产生的破坏力 非常大 他们立约的总结 就是我们必不离弃 我们神的殿 感谢主 他们有这样的心智 尼西米和以色拉在城墙重建之后 又做了许多重要的安排 现在尼西米要增多耶路撒冷的人口 使这座神的圣殿和以前大卫宝座所在的圣城 能得以加强 恢复往日繁茂兴旺的光景 尼西米纪十一章一道二节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至迁 每十个人中 只一个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另外九个人就住在别的城邑 凡乐意献上自己去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经过的吹脚节 以色拉带领立位人宣读摩西律法 又在祝鹏节七天中继续讲解律法 之后的进食祷告 归回了百姓 被神的律法带进更深一层的恢复中 承认他们是全然败坏 所以他们立约 愿意来遵行律法 这让我们看见 城墙的重建 是外面物质的恢复 有了一个硬体的设备 但是神指明认识神的话 才是恢复的实际 当神百姓的心思被神的话重组了 神在地上的见证 圣承耶路撒冷的恢复 才进入了充实内容的阶段 这个时候所规定迁入耶路撒冷的原则是 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将全境平民的人口十分之一 迁入耶路撒冷 他们把迁入的人选 是用至迁来决定 至迁是将决断权交在主宰的神手里 至迁的结果才能够表明神的心意 不是人来决定的 以色列人在分应许之地的时候 约书亚把地 拈旧 分给各个支派 拈旧也就是至迁 撒末尔在选立第一个王的时候 使用至迁的方式 选出了扫罗 大卫在分派祭司班次的时候 也是使用至迁的方式 把他们分成二十四个班次 这个借着至迁做决定的实行 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 使一使徒要推举一个人 来取代卖主的犹大时候 也还是使用至迁的方式 这是神的百姓尊重神的安排 凡乐意献上自己去住在耶路撒冷的 可能就是指的被制众的人 他们都是乐意去的 也有可能指的 另外有乐意奉献的人 有人认为有些被制众的人 可能因为要搬到耶路撒冷去 他们就挂虑会失去祖宗的产业 或者是留恋同族的清醒 或是担心搬到耶路撒冷 容易受仇敌的攻击 并不甘心乐意迁入耶路撒冷 但这些都是猜测 因为神绝不会勉强不甘心乐意的人 宁西米也不会允许 没有立约的不洁净的百姓迁入圣城 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说 圣城耶路撒冷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因为未受割离的和不洁净的 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并不大 很难在自重的将近三千个家庭之外 容纳更多自愿的人迁入 被自重的人必定深感 是神看上了他们 这是一项殊荣 由于四周外邦民族的威胁 有城墙保护的耶路撒冷 比别的城义要更加的安全 反乐意献上自己去住在耶路撒冷的 都是爱慕做神见证的人 十天十五天说到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藏目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存全 做事公义 从心里说实话的人 所以这些人是实在是爱慕 能够住在耶路撒冷的 因此被迁入耶路撒冷的人 一方面有神的决定 另一面也有人的乐意 显出神和人双方甜美的配合 这是讨神喜悦的 当神的百姓甘心乐意的 成为神在地上见证的时候 有神与人一同生活的实际 这个有真实见证的耶路撒冷 才能够被称为圣城耶路撒冷 是天上永远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预表 圣城这个称呼 在旧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五次 尼西米记的十一章 在这里就出现两次 以赛亚有两次 但伊里有一次 就在这一章里头就出现了两次 显示尼西米如何看重耶路撒冷是圣城这件事 所以他特别说了两次 神说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 因此不是什么人住进的圣城就能够变成圣民了 而是百姓要愿意与神立约成为分别为圣的圣别的子民 他们所入入的城才配称为圣城 这些入住的百姓向着神要有完全的信心 因为以赛亚书48章说 你们自称为圣城的人 所信靠的是以色列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以色列人 祭司 立位人 殿义和所罗门 胡人的子孙 都住在犹大诸城邑 以自己城内 个人的地业中 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载下面 十一章六节 住在耶路撒冷 法勒斯的子孙 一共468名 都是勇士 这是在犹大的支派里面 特别提到法勒斯的子孙 都是勇士 这一章四到六节 记载了迁入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一共有468名男丁 大卫和主耶稣 都是犹大支派的后裔 法勒斯 是犹大的第四个儿子 是犹大和他的儿媳 他马所生的 大卫和耶稣 就是出自这个家族 这里特别提到 法勒斯的子孙 不仅和大卫王的家世有关 更和救主耶稣 在人性的家族有关 至先所自重的 法勒斯的子孙 都是勇士 表明神的心意 是要让圣城 成为一座 为神的权益 征战的城 大卫和主耶稣的先祖 也是愿意 为圣城来征战的 百姓如果要恢复神的见证 必定要面临征战 所以他们在心智上 要有准备 没有预备 面临征战的人 就不配 注入耶路撒冷 也不能够成为 神在地上的见证人 迪西米纪十一章七到九节 记载了 迁入耶路撒冷的 遍雅敏人 一共有九百二十八名 男丁 比犹大人多了一倍 为什么这里除了犹大 还要记载 遍雅敏人呢 因为耶路撒冷 是坐落在 遍雅敏的境内 在所罗门死后 国家分裂 南方的犹大国 主要就是 由犹大和遍雅敏 这两个支派 所组成的 既有犹大 君王的家族 也有遍雅敏 是耶路撒冷 这座城 所在的支派 接下来 第十到十四节 记载了 迁入耶路撒冷的祭司 一共有 一千一百九十二名男丁 其中有一百二十八名 大能的勇士 在祭司当中也特别提到 大能的勇士 他们是有心智来征战的 第一批跟随索勒巴伯回归的 祭司有四千两百五十三名 祭司被制中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其中将近百分之十是勇士 神的心意是要让圣城 成为神子民敬拜的城 接下来 十五到十九节 是迁入耶路撒冷的 立位人 一共只有 两百八十四名男丁 虽然 人数不多 但是若按 第一批回归的 三百六十位 立位人来计算 加上 以色拉带回去的 三十八位立位人 立位人被制中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七十一 这也表明 神的心意 是要加强 圣城耶路撒冷的 侍奉和敬拜神 明西米十一章十九节 特别提到了守门 这是指的 看守圣殿的门 还有耶路撒冷的城门 这是一个荣耀的侍奉 因为十天八十四天说到 在你的殿里住一日 甚至在别处住千日 我宁愿站在我神殿的门槛 也就是坐守门的 也不愿意住在二人的帐篷里 他们是可拉的子孙 没有跟随可拉的背叛 一起灭亡 所以他们乐意来做圣殿 还有圣城的守门人 在那个时候 立位人的侍奉 主要就是守门和歌唱 在两百八十四名立位人中 有一百七十名是守门的 可见这个职位 在防备仇敌攻击上重要 二十到二十一节提到 殿意 殿意是在圣殿做挑水打财 出众工作的迦南人 鸡殿 他们在约束亚攻打爱城之后 主动的前来投降的 虽然使用了骗术和以色列人立约 神却让这一群人的后裔 来侍奉圣殿的出众工作 其余的百姓都有自己的地业 但是殿意却住在耶路撒冷 圣殿南面山坡上的 俄斐勒 是紧靠着圣殿的 这是他们的住处 虽然他们本来是受咒诅 该灭亡的迦南人 但是因为主动的顺服投降 却是有福的 侍奉顺便成了他们 永远的工作和特权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记载了住在耶路撒冷的管理者 包括照料神殿事务的 和王的助手 办理一切关于百姓的事 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这里照料圣殿的事务 是列在王的助手 办理百姓的事务前面 尼西米他有属灵亲众的考虑 在尼西米的心中 神的事总是有优先级的 甚至高过王和百姓的事 我们在照顾家人 牧养新人 或者在工作上 是否也学习把主的侍奉 摆在第一位 因为主是居所谓的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基督是造会身体的头 他是原始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守卫 从其他诚意 迁入耶路撒冷的南京 至少有2872人 加上他们的家人 总人口可能有一万人左右 他们这个时候距离 第一次归回已经有93年了 而总人口增加 可能达到了10万人左右 25到36节 记载了百姓 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村庄 其中有三处的村庄 特别提出来 一个是基列亚巴 这就是西伯伦 是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多年寄居的地方 也是他们三位先祖 埋葬的地方 麦比拉洞就在这里 西伯伦 原文的意思就是交通 他们在这里 与神有甜美的交通 因为在西伯伦这里 神亲自来访问亚伯拉罕 受他的款待 神也再次应许 明年撒拉将要生以撒 亚伯拉罕也为他的侄子 罗德代求 神从这里离开之后 就去审判索多玛 大卫被扫罗多年追杀 扫罗被菲利斯人杀死之后 大卫在西伯伦 先是被犹大支派立为王 过了七年半之后 其他支派一起到西伯伦 朝建大卫王 告他为以色列的王 11章27节提到了别士巴 这里也是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寄居的地方 别士巴的命名 是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 用七支母羊羔 和当地的王立了约 见证亚伯拉罕 曾经挖了一口井 因此这里取名叫别士巴 就是蒙士的井的意思 在这件事之后 神在别士巴 吩咐亚伯拉罕 要将以撒带到摩利亚身上 把以撒献为反计 亚伯拉罕敬畏神 顺服神的要求 照着做了 当他把以撒捆在祭坛上 拿起刀准备杀下去的时候 神的使者禁止了他 为他预备了一支公养 来代替以撒 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 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之意 神也在那里 特别的祝福了他 十一章三十一节 提到了伯特利 这里是雅各从别士巴 因为骗了他的哥哥 还有他的父亲 哥哥想要杀他 他就不得已离开傅家 要去救救那里的路上 在旷野 他梦见神向他所现 允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 并且要与他同在 还把他带回来 雅各醒来之后 惊奇地说 神居然在这里 我不知道 他就把这处取名为伯特利 就是神的家的意思 所以西伯伦别士巴伯特利 这三座城 对回归的百姓 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个地方 是信使的神 对他们列祖 有多次显现 并且跟他们说话的地方 可是在尼西米当时 这三座城 都不在波斯帝国 犹大省的管辖范围之内 在25到36节所记录的 犹大人和汴亚敏人 所住的村庄 远远超过了波斯帝国 犹大省的界限 但是这些地方 是这两个支派 进迦南时候 所分得的产业 即便如此 回归的百姓 还是珍惜这些 带着神显现 和应许的地方 他们就住在那里 这些诚意 在百姓被掳的70年里头 竟然没有被迦南人占领 而是等着他们归回 继续居住 这是一个 不那么显明的神迹 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保守 因为神早已宣告 要使这就运验耶和华 借尼西米口所说的话 直到地想了安息 地在荒凉的一切日子 便守安息 只满了70年 这块美地 在神的眷顾之下 虽然因为审判而荒凉了 却是为了守安息 这个安息是为了恢复 现在恢复的时间到了 百姓就回来住在那里 神能够因他指宁 离弃他 而让这块地荒凉 神也能够让这块地 完全地恢复 因为以赛亚书51章说到 他已经安慰西安 一切的荒场 使他的旷野像伊甸 使他的沙漠像 耶和华的原址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又使松树要长起来 代替旌旗 翻石流要长起来 代替旗旗 这要为耶和华流民 作为永远的记号 这个在1948年 以色列回去 重新建国之后 又发生了 所以以色列回去 是主耶稣 第二次 他要再来的 一个最大的兆头 宁新礼记十一章 不但记录了 迁入圣城的百姓名单 也记录了城外百姓 他们所住的城邑 不论是住在城外 或者是迁入圣城的百姓 他们都是神眼中的同仁 都是在神管理之下 制圈的结果 都是属神的选民 在仇敌团室的环境里 百姓在城外 省外分别为圣 信心并不比那些 迁入圣城者更小 正如同 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 都与我们分得同样宝贵的信 都是基督身体上 彼此做肢体的 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建造 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也彼此接纳 彼此劝戒 也彼此相顾 回归的百姓 虽然这个时候 还是被外邦帝国统治的 在世上地位卑微 却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而是清楚地知道 自己被神呼召 是要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别的国民 是属神的 是属天的子民 因此他们当中 除了一些少数人 还和外邦人联姻 大多数 并不追逐机会 折地而居 而是借着信心 回到神所赐给他们 先祖的产业 这就应验了 以赛亚的预言 他们必修造 古老的荒场 建立先前 凄凉之处 重修荒废之城 立在凄凉之处 神不但纪念 住在圣城的百姓 也纪念住在城外的百姓 因为神不但要恢复 圣城耶路撒冷 也要恢复 整个应许之地 更要恢复 神的国度 阿摩斯书 九章十一节说 他要建立大卫 倒他的藏墓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时一样 这些城义围绕的 圣城耶路撒冷 成为将来 主再来时候 国度复兴的影儿 而以色列 在上个世纪 回去建国之后 他们也来恢复这些地方 这也是主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 甚至在主耶稣 复活的时候 门徒们问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犹太的门徒 有他们的看法 但是主的心 他是要开始 一个新约的时代 他要得到 外邦的选民 神所关心的 不仅仅是旧约的选民 让他们重建 大卫倒他的藏墓 神更是要 把他的生命和性情 传输 重生到 新耶的信徒里面 他要引入 新耶路撒冷 那才是神经文的 终极目标 尼西米接着在他 回忆录的第十二章 一到二十六节 记载了第一批 跟随 索罗巴伯 回归的祭司 和立位人 首领的名单 这个座 就是为了要行 城墙 奉献之礼 来预备 虽然 尼西米和 以色拉两个人 带入了 回归以后 最彻底的恢复 但他们既没有 高举自己的成就 也没有轻看 前人的艰辛 为了避免 城墙的奉献之礼 变成人的骄傲 自夸或者是 彼此吹跑 尼西米在 记载行 奉献之礼之前 特地回顾了 回归以后的 祭司和立位人 数算神所带领的 复兴历史 这些祭司和立位人 恢复了对神的敬拜 他们在背后 坚定持续的祷告 使城墙的重建 百姓的悔改 还有重新立约 才能够顺利地进行 尼西米和以色拉 两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自己只是神的同工 全都是神 美善的手 帮助他们 成就了这一切 在这两卷书中 我们没有看见 如同出埃及时候的 明显大神迹 但是这两位弟兄 却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了这位 自隐的神 用他 美善的手 所做的大事 神都在后面 尼西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是尼西米时代 有职任的立位人主长的记载 虽然当时立位人不多 却是有次有序 各就各位 恢复了圣殿的崇拜 他们崇拜的各方面是照着神人大位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呈现 这里特别标明了大位是神人 因为他从神那里有来的指令 他来设立这个圣殿敬拜 而接下来为重建的城墙行奉献之礼的重点 就是要由祭司和立位人来带领的敬拜 尼西米十二章一到二十六节 所记载的祭司和立位人的名单 从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 一直到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候 并且还追溯到大位的时代 从贝鲁回归到城墙重建 完毕的九十多年里头 虽然祭司和立位人经历了各种软弱 但他们执任却在家族中 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了 因此这份名单是一份 城墙奉献之礼的伟大序言 让我们借着信心的眼睛 看到在起起伏伏的历史背后 有隐秘神美善的手 他在执行他的经轮 不管神的子民遇见多少和多大的难处 神经轮的大轮必定是往前行动 绝不会被神的子民的失败 或者仇敌来拦阻 就在以色列复国之后 他们也找到了亚伦和立位人的后裔 并且开始一项全时间训练 恢复对祭司和立位人的训练 这也是一项神迹 他们准备在圣殿重建之后 这些祭司和立位人 就可以立刻进去服事了 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节 为耶路撒冷城墙行奉献之礼的时候 众民把立位人从他们所在的各处找出来 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 好 称谢 歌唱 敲拔 鼓舍 弹琴 欢欢喜喜的行奉献之礼 我们要注意到在这里头所讲到的三种乐器 拔 舍和琴 这都是当时大魏王所设立 歌唱者的子孙 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平原和尼托法人的村庄 并从伯奇甲 又从迦巴和亚马弗的乡间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视为 为自己建造了村庄 立位人 祭司和立位人 就第一个先携进自己 然后来携进百姓 然后再来携进城门和城墙 城墙奉献之礼 并不是为了庆祝竣功 而是为了向神感恩奉献赞美 所以需要祭司和立位人来主持 虽然城墙早已经建成了 尼西米没有立即举行奉献之礼 因为那会让人以为 重建城墙就是他们回归的目的了 尼西米和以色拉非常清楚 必须有一系列的安排警卫 并且借着向百姓宣读 讲解律法 进食祷告认罪 带领百姓 承认他们是全然败坏 向着神重新立约 启示遵循神的律法 然后再借着自迁 由神安排 十分之一的人迁入圣城 又列出了 祭司和立位人的名单 等到这些一切都做完了 直到这个时候才欢欢喜喜的 行奉献之礼 尼西米和以色拉 因为认识神的律法 也摸着了神恢复圣殿 圣城圣明的心意 就按部就班的 不慌不忙的进行 他们效法这位有计划 有精语的神 来恢复神的见证 称谢歌唱敲拔鼓舍弹琴 这是大魏王所制定的 立位人在圣殿赞美的方式 因为这是由 耶和华借声言者所吩咐的 不是由人来起义的 他们没有另立新的敬拜方式 而是回到当初神的定规 这叫做神的恢复 神的恢复就是要回到 原初神所吩咐的真理和实行 这在建造藏墓的时候 神说是山上的样式 要照着神所启示的 山上的样式来行 法利赛人曾经问过耶稣 摩西为什么吩咐要给妻子修书 耶稣回答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印才准你们修妻 但是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恢复的意思就是要回到 起初神所命定的标准 起初神是命定一个丈夫 一个妻子 那时候完全没有修妻 但是因着人的心印 摩西才容忍修妻的事 并且准人给妻子修书 就可以修妻了 主问法利赛人 他们是顾念神的命令呢 还是因为他们的印心呢 还他们是顾到人的传统呢 不愿意回到神 原初所制定的 人的意见和传统 都不能够取代神起初的定规 每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 都该向主祷告说 主啊怜悯我 叫我顾念你原初的命定 我不顾念我的印心 我定罪 弃绝我的印心 并且愿意回到你原初的命定 这就是恢复的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恢复到 圣经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28到29节 尼西米所提到的几处村庄 都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是由歌唱的立位人所建造 便于他们方便参加圣殿的侍奉 耶路撒冷城墙的被毁 象征神在地上见证的荒凉 而城墙的重建 代表神在地上见证的恢复 因此行奉献之礼 首先要竭尽侍奉的立位人 然后才竭尽百姓 城门和城墙 祭司和立位人就竭尽自己 也竭尽百姓城门和城墙 神需要先得夺了有见证的人 才能够得到有见证的城 尼西米和以色拉认识这个原则 所以在行奉献之礼之前 先记录了侍奉的祭司和立位人 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 甚至连奉献和侍奉 也可能会变得至高至大 至于为是 就像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提到了 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 上圣殿去祷告 那个法利赛人至高至大 觉得他不像那个站在角落的税吏 他是每一样律法他都实行到了 可是那个立位人站得远远的 垂着胸说 神啊可怜我 所以这个税吏 他从心中真正的祷告 蒙神的冤纳 因此当我们奉献侍奉生严的时候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来查验 我们是否先竭尽了自己 然后才把我们自己的义他连德 交在主的手中 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 马其顿人在奉献财务上 凭着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给了主 然后才给了使徒 这才是神所要的奉献和侍奉 31到37节 然后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墙 分派两大队称谢的人 列队而行 尼西米把犹大的省领带上了城墙 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队 第一队在城墙上 往右边向南边的粪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走的 有和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还有些吹号的祭司的子孙 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经学家以色拉走在他们前面 以色拉不仅是经学家 他还是祭司 所以第一队带队的是米色拉 到了全门 他们只往前行 从大卫城的台阶 随城墙的地势而上 在大卫的宫里上 走到朝东的水门 三十一到三十七节 是第一队称谢的犹大的首领 由祭司 经学家 以色拉带队 他们可能从古门出发 古门是在耶路撒冷墙的 城的西边 按着逆时针方向 经过南边的城墙 然后朝北过去 往右边 这是指的南边 古代以色列人 面向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以右边就是南边 这里尼西米特地的说 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表明百姓严格遵照 大卫按照神的心意 所制定的赞美方式 没有用其他的乐器来取代 第二对称谢的人 与那一对相迎而行 我和明的一半跟随他们 所以尼西米在这里 不是带头的 他是跟随着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年门 古门 渝门 哈南夜门 哈米亚罗 直到阳门 就在护卫门站住 于是这两对称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都站在神的殿里 最后他们聚集到了圣殿 还有祭司 以利亚金等人吹号 又有马西亚等人就乐 歌唱的就大声唱歌 以斯拉西亚监督他们 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耶路撒冷的欢声 远处都可以听见 第二对称谢的百姓 并不是由行政长官来带队 而是由拿着乐器赞美的立位人领头 尼西米我们可以看见他并不鞠躬 跑到前面 没有 他是和首领是跟随的立位者 他们可能也是从古门出发 按顺时针的方向向北边的城墙来游行 这里我找到一张地图 他们这两队都很可能是从古门这里上了城墙 第一队是由以斯拉带领向南边先走 这里最南边的叫做粪场门 粪门 因为古时候他们在这里 他们的粪便垃圾都从这里挑出去的 然后倒在那个新嫩子骨 所以他们这里叫粪门 然后从这里又向北来走 这一段是大卫的王宫就在这附近 然后一直走 走到了阳门这里下来进入圣殿 那么第二队是尼西米的这一队 也是从这里上了城墙 经过炉楼 经过了宽墙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门 也是到了阳门这里 然后进入了圣殿 两队最后在圣殿会合 一起赞美献祭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要学会赞美 当神的宝座在耶路撒冷的歌唱赞美声中 被神百姓举起来的时候 连父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耶路撒冷的欢声远处都可以听见 我们这时候也体会了百姓这时候的欢乐 归回的百姓终于完成了他们回归的所有目标 重建圣殿和圣殿 并且重新与神立约遵守神的律法 神得以借着他所说的话就是律法 在百姓中做王了 城墙只是百姓游行的路线 并不是游行的目标 当百姓把心思的焦点要放在圣殿上 那里是神的居所 在城墙上朝着圣殿行进的时候 他们所建成脚所差的城墙 就不是如扫罗在攻打 打败亚马利人时候所建的纪念碑 不是纪念碑 城墙是来见证神恩典与大 信徒的能力和成就 可能是神用来建造造会的恩赐 但是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野心 我们只有盯着前面的圣殿 那是我们眼目的焦点 才不会流言于脚下的城墙 只有旺季背后 努力面前的 才能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招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两对称谢的百姓绕了城墙一圈 并不是用壮观的队伍来夸耀自己的成就 而是称谢神 因为神的信实和恩典 从激动古列王开始 虽然有仇敌多方威胁破坏 百姓也经历了许多难处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索罗巴伯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他必搬出那块顶石 人必大声欢呼 说 愿恩典恩典归于这时 基督就是那块顶石 阿们 我们要高举基督的恩典 因为每一寸城墙都能够让一同有份建造者数算神的恩典 并且回想当时的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的艰辛建造 每一位今生有份于基督身体建造的圣徒 在永世里将会有多大的喜乐 四天四十八天 你们当周游喜安 四围玄绕 数点成楼 当细看他的外国 寻查他的宫殿 未要传述给后代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 为我们的神 他必引导我们 重建城墙的结果是 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比圣殿建成的时候 耶和华使他们欢喜的欢乐 更大更洋溢 这时候的欢乐不是由于乐器 跳舞或歌唱 所引起的身体上快乐的感觉 也不是出于情绪上的激动 而完全是因为数算神的恩典 洋溢出来的欢乐 这样享受恩典 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说的 就是在患难中 我们也是夸耀 他们行限电游行的欢乐 就使我想起根据诗篇四十六四十八 所写的诗歌 补充本五百零六首 也是我们今天在开始所播放的音乐 当周游 当周游喜安 在他的思维 在他的思维 悬绕 当周游 当周游喜安 数点他城楼多少 哦 你心当想他堡垒 哦 你当想他的墙园 哦 你心当想他堡垒 仔细查看他的宫殿 他在北面居高华美 乃为全地所喜悦 他在北面居高华美 西安价值何超越 在西安有一道河流 具有无数的分岔 在西安有一道河流 使这层喜乐增加 主西安等候赞美你 主西安等候称赞你 主西安等候赞美你 因为西安充满了你 耶和华在西安伟大 该受何等大赞美 他在这层中本为大 这层地位何高贵 哦 当从西安称赞颂神 赞美声音不止息 哦 当从西安称赞颂神 你们凡敬畏神的 神从西安赐福给你 神赐福无量无限 神从西安赐福给你 赐生命福到永远 我们看见 因为我们 向神赞美 最后神从西安赐福给我们 赐生命的福 直到永远 我们今天也是圣城的子民 更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 我们当感谢赞美 享受那灵丰富的供应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高台 阿们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